主持人 早安,新年快乐。 主持人 早安。 主持人 这个礼拜就是延续上个礼拜的话题,就是关于回族跟维吾尔人,这两个在中国政府的少数民族的定义里面不一样的族群,可是其实我们知道回跟维吾尔的来源其实是同一个,都是回胡人那个回。 主持人 但是从1950年代以后看得出来,回族似乎被中国统战的比较好,我们很少听到回族被中国迫害的消息,反正是有唐三阿轰这样的传奇。 主持人 同样都是信仰伊斯兰教,就是把回族拿来跟维吾尔人对比是适当的吗?维吾尔人看起来现在确实就是一个民族了,但是回族会不会其实现在是一个所谓统战的标签?它是不是还并没有成为一个国族的潜力? 主持人 为什么它可以得到这样的统战待遇?另外,是什么样的契机使得这两个族群走向不一样的道路? 主持人 这个就是一个定义的问题,因为民主在汉语里面本来是一个定义不清的事,而且这涉及神话和实质的区别。 主持人 要严谨地说,民主有两个。一个是建构起来的内省,一个是作为神话而一直追溯到尽可能远古时代的前提。 前一天我还看到一个维吾尔人在酸哈萨克人,他说我们的民族历史太短了,不像你们一直延伸到大流士时代的马萨盖特杀基鲁斯的马萨盖特人都是你们的祖先。 当然,如果要这样算的话,人家还不是可以算得比基鲁斯更早的时代。真是所谓的墨镇禅于是凯摩尔的祖先那种算法,这样算就无边无际了。 所以我们把这两者分开。内省是一个现代概念,1789年以后才产生的现代概念。等它传到奥斯曼帝国的时候已经是19世纪后期,传到中亚的时候已经是20世纪早期。 顺着这个顺序,见次地构建内省,就会出现有些地方其实是本来没有内省的,然后强行建构,而建构又不太成功的局面。 本来按照始祖这个方向来算的话,匪的关键是在朱元璋政权对蒙古殖民主义的清算。蒙古殖民主义是无限多元的,它是无限使用习惯法。 蒙古司法方面的问题,例如后来向前部他们所谓的司法黑暗这些事情,其实跟现在英北的情况差不多,都是由于习惯法跳跃引起的。 就是不同族群简单地说,个人适用个人的习惯法,蒙古人不愿意那么多事,然后自然会有狡猾的人之间跳来跳去,换一换身份,本来两头专控的诸如此类的事情。 而至于士大夫习惯于蝙蝠齐民,就要觉得这事实在是太不公平了。为什么同样的人住在同一个地方要适用于不同的法律,而且还有如此众多的奸臨,从中上下几手? 而这种事情其实最相似的就是,比如说1920年代或者1890年代的香港。只不过香港当时还没有这么多士大夫,香港士大夫多起来可能是1949年以后的事情。 如果他们用研究蒙古帝国的同样方式去研究香港的话,也会觉得这个太上下几手了,因为英国的法院是只管收钱的。对于它原先设置的目的是只判英国人的案件,如果有别人去掖导他们看的话,他就想考虑你的习惯法是怎么样的,然后依乎多妻子照大清律地和广东的习惯法显然是合法的。 那么谁是正妻,谁不是正妻呢?英国人根本不知道这些,你不提醒他,他也不会知道。于是就会有奸民出来,想以妾为妻,把妾生的儿子拿出来继承遗产之类的。 正妻如果比较老实的话,就要干等眼吃亏。你们的习惯是什么,英国人哪里知道,如果你不去积极地举证,去说清楚的话,那些比较狡猾、恶人先告状的自然就占得便宜。 于是就有一些疑老疑少去专门干这个事情,像英国人解释说,为什么要穿上封关侠配才算正妻?不穿封关侠配就不算正妻。当然这个事情要作弊得太容易了。 遗太太或者外事,比如说我在广州已经有一个明媚正妻的正太太,我跑到香港来多花点钱取一个小妾。小妾自然是四三队撂到这一点,我们在正妻看不见的情况,她老人家在广州,我们在香港请一个照相师拍一个封关侠配的照片,以后到韩市去打官司。 而那个正妻呢,她虽然是明媚正娶正妻,但是广州没一个照相馆,她换哪出照片呢?如果按照明朝士大夫的官吏来说的话,那就是蒙古人各种司法黑暗,还有翻译上下提手。如果你是正妻,而你不会英语的话,而你的对手又请了一个很非讲英语的律师的话,那你口牌要倒霉。 但是从英国人的角度来讲,习惯法吗?我们英国人不承认衣服多西,那你们承认,那就按你们的规矩办好了。我只负责收钱办事,收了钱我给你回答问题就行了。你自己愿意来交钱了,我给你回答问题就行了。某种人也是这种搞法。 而且还可以再说一句讽刺性的话,就是说,那种所谓的奸民,上下其手,各种利用达鲁哈赤来发大财,各种习惯法的差异来发大财的那些欢意、奸民,蒙古人在其他地方不大预得到。 也就是在编户齐民统治之下,奈民才特别多。英国人在比哈尔和孟加拉遇到的情况,在库尔卡尔那儿就不大能遇到,这也是同样道理。 凡是编户齐民统的地方,专控制的奸民就是特别多,而靠打仗为胜的满族一般不会是这样的。当然,当时并不存在有肥的问题。当然有穆斯林,这个问题很简单,你们的神职人员可以享受宗教学者的优待。 比如说,达斯曼那就是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耶利科文就是基督教的神职人员,先生是道教的和尚。开始的时候,儒家并不算人类,后来耶利蜀才他们找了几个和尚的道士,联名向弗比列上书,向他简直说,孔子通天人之辩,是一个大巫师。 弗比列看的时候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决定给儒人也给予巫师待遇。这样一搞,在蒙古人看来,显然是十分地公平合理。 你们一人一挂。但是这里面显然不成了什么回不回的问题。有很多色目人,诸色目人等,只是你分不清楚,士大夫分不清楚他们各自的习惯法的差异。在蒙古人看来,他们显然是各个小团体,各自适入于自己的习惯法。 然后,明初就开始展现了无产阶级化分成分的运动,像丁和年这种人就很成问题。丁和年就是现在所谓的肥主的先辈,只不过他不会自己管自己叫肥主。 他叫丁和年也跟暴罗廷叫暴罗廷是一样的。他就是穆斯林,但是他也会写几首汉诗,诸如此类的。他本身是不参加政治的,但是他感到随着暴民运动的产生,他可能变成迫害对象,于是就跑到苏东或者其他城市场,总之长期远离了自己的故乡。 然后,等明朝成立以后还写了很多诗来怀念蒙古皇帝,不肯在明朝做官,诸如此类的。这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吧。 那么,像他诸如此类的这种人,就是明初的黑五类。黑五类本来是千变万化,有几千几万个不知道什么样的类别,而且彼此之间根本就谁也不对了谁是自己的人。但是这样子对于官僚的观点来说很不方便。 大明朝的政策是,除了那些直接的反贼作为反革命分子的利益镇压以外,没有直接造反的或者是没有直接坚持要投靠元朝、要抵抗道敌那种,是属于可以改造好的侄女。 你们是属于像陈寐克那种老一辈,要带着发干样子来见上帝了,没有办法,你们已经老了。但是你们的子女,我们要把他教育成为社会主义的新一代之类的。 而办法直接就是,你们不能自相分配。自相分配把你们的传统族群就要维持下去了,强迫你们通过婚姻打破原有的阶级和族群界限,然后你们最后就全都变成编户其名了。 在这个过程中间,所谓的肥民诞生了。肥民是什么?就是硬核,就是打不散的硬核就变成了肥民。 因为朱元璋及其继承人的培养编户其名政策,时间也只有两代人,就是洪武永乐两朝。接下来洪宣两朝,所谓的新人政,斯大夫阶级掌权,转而采取消极政策,就洗不动了。 比如说,当时没有洗洞的,后来就简直就洗不动了。肥民就是在这个时期里产生的。 大体上来讲,恐怕是留在扬州或者其他地方的种族上是赦牧人来源,属于内亚遗老遗少的,第二就是宗教上属于内亚系宗教,包括基督教、罗地教之类的,最终大部分都归在伊斯兰教名下的。 这个主要就是由于资源的问题。这种事情其实在三五灭法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这是看你挂靠的。 皇帝和他的政府是这样的,尽管宗教多到无穷无尽,但是为了简单起来,我们把他统编为根据武德天确定的统战政策,三教诸英。 你们空中话混混为三类好了,你们自己选,你算是儒教呢,还是算是道教,还是算是佛教。如果什么都不要算,可不要怪我们把你算是邪教了,这是很不划算的事,你自己决定挂靠吧。 经过同一种宗教,比如说郭子怡在长安打造的那些基督教,在长安就挂靠为道教,在成都让他们就挂靠为佛教,在其他地方也不知道挂靠什么教。 开始的时候就挂靠一下,这种事情属于所谓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是英格兰王国的宗教事务部长那种做法。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你就可能渐渐地就会真的被认为是佛教和道教的一部分。 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原有的输入来源、枯竭以后,渐渐地挂靠的一定程度,就有可能真的是在这样变成佛教的一个姿派,那也变成佛教的一个姿派。周围的老百姓不懂得。 比如说,有个人就叫做南茂飞飞,他们在你看来,比如说成都的基督教堂头,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个十字庙,你们拜的佛杀跟别人拜的佛杀多一个十字了。老百姓都这么叫你,而官方也把你登基成佛教,再过几百年下,你可能就真的是佛教了。反过来再长安那批,再过几百年,你就真的变成道教了。 显然发生的事情就是,在元末明初的内亚各宗教中,伊斯兰教已经是最大一种了,但它显然不是唯一一种,像杭州当时还有很多的西夏人的佛教和基督教社区之类的。 但是在明朝的高压政策之下,他们全都被整合到最强大的伊斯兰教手下了。在明朝斯大夫和外教老百姓看来,你们好像没什么趣味,都是肥肥的。 尤太人好像是不吃猪肉的,你们也不吃猪肉,显然你们是一家,对不对?当然你们戴着帽子有点不通,你实际还说不是一家,但是这个没有关系了。 朱熙的习徒和王阳明的习徒不是也一天那么吵架吗?我们哪有那么的功夫给你分得那么清楚,统统都算,你们都是回復,这个问题就这么简决了。 回復原先是种族性的,它跟具体的宗教是没有关系的,但是这也是一个简化的称呼。 就像尼德兰通通都叫荷兰,泽兰、西兰也都叫荷兰一样。所以到明末的时候,再加上有一批衣辱合衣的那批刘介良县人出来折腾,最后渐渐地搞大统一、大粉红主义,渐渐地就形成肥民将的团体。 这时候的肥民显然不是一个民族,它是中世纪欧洲犹太社区的那种性质社区。 它也是在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中世纪、阿拉伯人诸入水迁移以后,长世纪形成了各种不同种族来源的犹太社区和农统的村户。 他们彼此之间使用的语言和文化并不显得相同。维吾尔人的先祖在那时候还是好几拨不同的人,至少是三拨。 东方以突入范围中心的由查和台诸汉国带来的蒙古人及其附庸,他们最初的时候在明初的时候还是佛教徒,在明朝中后期以后渐渐地改姓伊斯兰教的。 一部分是前卡拉罕国的成员,他们是今天维吾尔人的主体,一部分是葛罗卢人,分布在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到今天新疆一带的葛罗卢人。 他们跟绿洲上定居的农民和商人的生活习惯是相差甚远的。直到清初,他们这几拨人并不被认为是同一拨人,至少他们自己认同是不一样的。外人对他们的称呼有内行和不内行的差别。 清朝中叶的满洲人,这时候已经不再是清朝初年那种纯粹的满洲征服者,而变成一个满汉国的基本结构,已经混融了一部分,变成一个类似明星联合帝国的结构了。 所以作为代价之一,他的内亚理解力也是大幅如前。所以他发明出了肥和残肥这两种称呼。 隆统说,残肥跟维吾尔人的关系比较密切,但是也不是同一个东西。残者的头上有一个戴着一个头巾,该头巾称为蚕头,戴头巾的肥名称为残肥,不戴头巾的东干人之类的就不叫残肥。 这个跟所谓的蓝帽会合和白帽会合一样,都是懒人的辩明方法。谁让贱面尼泰人和穆斯林,看他们是蓝色的还是白色的。这个很简单,因为一个人头上戴一双帽子,这是一眼就能看见的,这个太神色了。 但他们自己有的认为自己是一家人,我们就有点懒得管了。俄罗斯人和中亚人的界面就比较精确。比如说,会称为小布哈拉人、葛卢卢人、吉尔吉斯人、也斯障吉尔吉斯人,这些比较详细的称呼。 但是这个称呼跟今天中亚的国族和种族边界都是互不违合的。同时,这些称呼跟他们的统治者的关系,例如西瓦、韩国、布哈拉、埃米尔之类的也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说,统治边界、族群边界是毫无关系的事情。那一层民族建构的浪潮,要到二十世纪初业才慢慢传入。 首先,当然,土耳其是起领导地位的。土耳其在十九世纪末叶开始的,我们非常熟悉的,基本上比俄罗斯稍微晚一点,三种民族建构。 A.奥斯曼主义,中华民族是一个,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B.突厥民族主义,全世界华人是一家。满洲人和蒙古人虽然在大清帝国统治内应该赶出去,而新加坡人和马来人应该吞并进来。 C.伊斯兰主义,朝鲜人和日本人也是儒家信徒,是我们的一家。西藏人和满洲人姓佛教的,给我赶出去。这就是相当于阿富汗的伊斯兰主义。伊斯兰主义讲究的是,希腊东正教徒滚,阿富汗和印度的伊斯兰教徒加入进来。 突厥主义是这样的,东正教的希腊人和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都给我滚,俄罗斯帝国的突厥人给我加入进来。奥斯曼主义就是,不要多事,谁是大清国的臣民,管体师姓什么教的,通通都是,不是大清国的臣民,就算是全都讲汉语,也通通不是,姓儒家的日本人绝对不是。 当时的主流就是这三种。近代地图上产生出来的叙利亚、黎巴嫩、宝加利亚这些东西,像1905年的巴蜀利亚一样,连未来的民族发明家自己都不认为地区上有这个东西。叙利亚之古也就是一个地理名词。 宝加利亚是什么东西?好像是跟鲜卑人、柔然人、武夫乱华那个时代曾经收了一下冒帅,又收了一下消失的一个不知道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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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蛮族。一般人并不知道它,极少数知识分人经过研究了以后,发现该族的可汉住在富尔加河一带。 至于它曾经一路在武夫乱华那个时代,杀进洛阳城,在居士坦林堡父亲安家,它统治的地方主要也是在今天的希腊和塞尔维亚,并不在今天的保加利亚。 但是你要这么发明也可以,只不过当时未来的保加利亚发明家的祖父和父亲还没有想到要这么发明,尽此而已。 黎巴嫩当然也是地理名字,圣经时代以来就有黎巴嫩山,但是黎巴嫩民族这个概念跟峨眉山民族一样的显得非常不自然。 总之,大多数人都是跟孙文和梁朝一样主张搞大民族主义的。这个大民族主义,中华民族一算的野心比较小的,它至少不要去跟动国界。 突厥主义和伊斯兰主义都要一股脑划到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版图一队去。这时候的东亚大清帝国比奥斯曼帝国还要落后得多,戊戌变法在奥斯曼帝国是1840年代的事情,中华就是差了几十年。 所以,在奥斯曼帝国的几种民族主义已经划分得很激烈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现在希腊和阿拉伯的小民族主义和国民族主义是由于这政治上的冲突,由于上述三种,准确说像帝国民族主义,奥斯曼主义和两种文化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我们可以说它是儒家主义和突厥主义, 这就是典型的汉族主义和华族主义,划分形成的边界落差造成的。希腊主义按说是应该像是大明朝一样,跟大清一样,同样以北京和军事坦丁堡为首都,只不过要把长城以外的达达人地区划出去而已。 但是希腊人很不幸地光复不了军事坦丁堡,而在小小的独立了的希腊王国和希腊人想要光复不了中间那一大片,保战利亚和罗马尼亚那一片地方,产生了巴蜀利亚和华民族上下其手的余地。 然后他们就觉得,希腊人的伟大的印象虽然好,但是他们完全扶不起来。奥斯曼帝国则像大清帝国一样是属于西亚病夫,真正乔偶利亚显然是沙皇。 我们还不如投靠沙皇,但是需要找一个借口,于是我们发明了保战利亚,好吧,朱隋隆同会就是这样的间谍展开了。 阿拉伯人的划分,那就是胡汉民和蒋介石各自在南京和广州建立两个对立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结果。 从理论上来讲,他们都是要统一对方的,但是由于统一不了,就变成了两个不同国家了。 这样的思路在二十世纪初叶,首先传入大清帝国西部的穆斯林地区。 我们要再次注意,这一点很少有人愿意承认,其实穆斯林地区的近代化是早于由日本输入的这一批,像张塞尔、孙东山这一批人企图的近代化。民族发明也是这个样子的。 泛突厥主义开始企图把大清国和俄罗斯帝国的突厥系各族群统统发明为土耳其人,而且得到了知识分子的普遍认可,是比梁启超、张太元他们都要早二十年的。 你要说谁先进的话,那当然是欧洲人先进,穆斯林排第二,大清东亚是排在最后的。东亚的民族发明一般来说是庚子之战以后,1905年左右才在东京慢慢开始展开的,这时候已经晚了二十年了。 这时候,像卡什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已经有很大一波变成泛突厥主义者,另一波变成泛伊斯兰主义者,但是今天所谓的维吾尔民族还不存在。维吾尔这个词儿是有的,历史上有维吾尔。 例如,成泛伊斯兰的大秦达达统压发明蒙古文字的达达统压,就是维吾尔人。但是这个维吾尔人所指的范围跟今天的维吾尔人并不一致,而且它不包括今天的维吾尔人的许多组线。 自称是伊斯兰教民族和自称是突厥民族的这两波知识分子,如果按照地图上来划分的话,应该是覆盖了今天的维吾尔人大部分的地方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力大概也就是只比梁吾尔和张太炎方面稍微强一点。一般的民众可能只会认为他们自己是穆斯林,世俗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只是在历史编撰者的笔下才显得非常大。实际上,它的影响只是薄薄的一层,也就是社会稍微有点文化的中间阶级。 他们所要企图建立的那个大突厥民族和伊斯兰教民族是一种针对未来的设想,并不代表已经取得了大多数民众的认同,而大清国对此没有任何反应。 民族这个东西还在1900年以前是严重地超越了大清国统治者和斯大夫阶级能够理解的范围之外的。 但是这个时候,青年土耳其党已经是执政两次,两次被赶下台,对于民族发明已经是非常有经验了。国民党后来在1930年推行很多政策,在土耳其帝国已经推行过了。 对于卡斯·穆斯林来说,从他们的心理状态来讲,1910年的卡斯·穆斯林的心理状态跟1930年的马来亚和新加坡国民党员的心理状态是差不多的。 国民党在马来亚和新加坡当中设立了仇想局,还设立了国大代表选举处,引起了英国公司的强烈抗议。 就是说,马来亚是你们的行省吗?你们的议员要从这些宣言出来,而且你们还在收税。 但是我们要注意,1939年的国民政府是一个极其奇特的国家。它被英国政府承认的统治范围,虽然有上几亿的居民, 却连几千条枪和一个骑射轮胎都生产不出来。 为了支援武汉前线的抗战,国民党的头响机构和后层情机部总部设在香港。 这在大英地国社领土之内,主要办事机构分别设在仰光、海黄和新加坡。 这该机构叫做西南运输处,编制重属于国府资源联会。该机构可以说是国家纪委和发改委的前身,但同时它又接受军统的直接领导,变成一个头响机构兼特务机构。 这个模式就是所谓的地下党统治。比如说,在进场政务委员会的统治区,就相当于是今天的香港,只能通过中联办理性统治。 中联办是什么呢?香港人把他叫做阿爷,他是政府,但他不是,但他有一帮黑社会打手,形成一种整政府的权利,军统在北平地的这种权利, 以及国民党在阳光、新加坡、海防、海防的这种权利。比如说,他可以装备起一批原先是出身鸿蒙的打手来打打抢活动,如果你不给他出钱的话。 正像是正式的政府,如果收不到税,就会送进监狱是一样的。但是你不能在英国殖民地去进行正式的统治,你就只能对华人要钱。 像华人要钱,如果他不给的话,你就派人打上门去,对他进行打打抢。 你像英国警察报案的话,英国警察可能会抓住几个打打抢人,把他驱逐入境。因为你说你是中国人,不是英国人,那么就请你回中国好了。 但是这样一般不管是什么用处,因为出面来打打抢的人是小弟,真正的大佬自己是遵纪手法不会出来的,从英国人讲究那种法制的技术上来讲,他们并没有换法。 而且你也没有办法让那些习惯作为的小弟出来揭发他,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的华侨社区。该华侨社区是国民政府抗战的主导经费来源。 国民政府在抗战爆发以前是以上海为主要响源的,再加上天津为主要响源。内地不但没有钱,而且还要倒倒钱来收买那些军阀,因为你不见得真能打倒他。 有些是距离遥远,像刘湘那样你打不到他,有些像李忠仁那样你不一定打得到他。所以你要让刘湘和李忠仁形势上拥护蒋介石同志,你还得倒倒钱给他。 李忠仁首先愿意投靠广东国民政府,就是因为广西是穷的事,如果国民政府愿意给他补贴一笔钱的话,这事可以商量。 然后上海没有了以后,马来亚取得了上海的位置,一方面变成了主要外汇和硬通货的来源。 另一方面,重要的技术物资需要从海外进口的物资,需要从香港和海外进口,主要港口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必须要通过颠面路和颠阅铁路,依靠香港和全世界华侨在国民党的地下组织的威胁和劝说之下。 这两者在理论上有很大气味,在现实中的边界却是模糊不清的。如果劝说无效的话,广大华人是很拿不准的,是不是地平流汪就会打上来了。 用这种方法,投到钱来,然后交给像陈嘉根先生这样的人,他老人家就是靠这套花地的。费款会到重庆,购买什么橡胶、轮胎之类的,汽油之类的,武汉前线绝对必须的。 而国民政府理论上的辖区虽然可以增出几百万壮军出来,但是军事物资基本上是本于零,全靠这条路线。 然后这条路线的汽车同时再运一些像同游之类的土地产出去,再运一些军事物资进来。这条线是国民政府的生命线,而内地却根本支持不了国民政府的战争。 这就是南洋华侨在当时的情况。他们的自我的心理认同是什么呢?他们法律上是大英帝国的层面,但是大英帝国是亲耀伯父的,向他们争的税很少。 对于他们所主要的负担是国民党。孙中山是直接把这种机构叫做酬享总局,好像他已经是政府一样,但是对外国民党的统战部门把它称为募捐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强迫你哦,你是自愿捐献的。 但是捐献的额比交给大英帝国的税收还要多,所以大英帝国自然会对此十二分的不满。而马华也是世界上人类中极为少见的奇葩,他们把大部分钱交给了国民党。 而国民党无论把它派在什么用上,反正没有一点点回忆于他们,而他们却为了国民党甘愿受到本地土著和英国人的特募以待,得不到任何回报。 得到的只是一个未来的幻影,就是说,假如有朝一日,蒋伟连长实现了中华民族崛起,变成了市场之一,全世界的老华侨都可以换身。 好吧,这个伟大的承诺从1930年代一直维持到现在,而他们一直还在坚持到现在,所以我也是服务他们了。 好吧,卡斯的穆斯林,至少是他们当中的突厥主义者,还有一个类似的梦想。比如说,太监军写了一首词叫做自两周治国,希望伟大的苏丹穆·莫德振兴土耳其给全世界的突厥人出一口气,使我们得到欢分。 但是我们要注意,无论是苏丹还是恩维尔扎夏都没有派人到卡斯来筹钱。这两者是有很大差别的,就是说有洼地和高地的区别。西亚至少是比内亚更有钱的地方。 从君士坦丁堡的苏丹和革命军官来看的话,落后的中央是我们需要倒贴钱的地方,我们根本不会跑到花拉子摩或者卡斯来筹钱。你们那几个钱在我们君士坦丁堡还不够收波测费的。 但是对于孙中山和蒋介石来说的话,南洋筹的那些钱是非常重要的。南洋比广州和南京要富裕得多了,双方的阶级地位是颠倒的。 在当时,印度的伊斯兰主义者和卡斯的突厥主义者都是把希望寄托在土耳其帝国的手中的。 这也是为什么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背叛了传统保护的唯一一个要求维持大清帝国的领土完整,以免被杀放而够瓜分的大英帝国。反过来投靠新兴的德国的原因,他们希望这一次战胜以后摆脱半殖民地位为全世界突厥的人出一口气。造成的结果反而使奥斯曼帝国彻底解体。 但是,如果统治奥斯曼帝国的那些革命军事军官没有感觉到他们不仅对帝国,而且对帝国基因外的众多的突厥的人都互有义务的话,他们的外交政策也不一定会搞成这样。 维吾尔民族主义在当时还是不存在的。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对伊斯兰世界是一个重大的冲击,因为它在理论上还坚韧了哈利发。 它的解体意味着孔家殿的被动的倒台。原先虽然实际上根本不受苏丹街哈利发的统治,但是精神上要像是天主教徒对罗马教皇那样,要承认哈利发代表伊斯兰教的众多,比如说印度的伊斯兰教团体, 就要面临着被动的武士运动,重新维持他们对社区的柔性统治权力,需要产生出新的理论。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像近代的伊斯兰激进主义、穆斯林兄弟会、当然还有类似的国民党、拉拉伯复兴社会党这样的统治,它在1920年代以后突然冲击了整个伊斯兰世界。 从凯末尔的角度来讲,它是扔掉了一个大尔无荡,害死了它的先辈恩维尔趴下的巨大包袱。而这个巨大包袱的象征力量一旦崩溃的话,就导致了伊斯兰世界由拿破仑进攻埃及开创的近代化直接进入了现代化。 如果说伊斯兰世界有一个纪元的话,那么拿破仑东征埃及打破了中古时代的伊斯兰,把伊斯兰推进了近代化。 而凯末尔废除哈里发,则强行把近代伊斯兰世界拖进了现代世界,以后的所有冲突全都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哈里发的废除。 这时因此而形成了建构真空,也就相应地导致了维吾尔哈萨克各比武的产生。 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希腊国王解放全希腊繁都军事坦住的梦想的情况下,东正教徒才会分别发明自己很不像样的各民族。 罗马尼亚算什么样,就一个土司的头子。罗马尼亚如果可以发明民族的话,那么云南的哪一个土司不能发明民族? 他们以前也是认为所有希腊的宗教都是希腊人的。同样,纳塞尔之类的统一阿拉伯的梦想破碎以后,阿拉伯与各国才会分别建立埃及、利比亚各种各样的阿拉伯与的租民族。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恩尔·帕萨在土耳其帝国事实上已经瓦解以后,还趁着俄罗斯帝国解体的混乱,孤军进入中亚,企图在今天哈萨克提尔吉斯一代把突厥系各民族从苏维埃敬权的统治上解放出来,最后战死将场,断送了突厥主义的最后希望。 在这以后,曾经一度被很多知识分子希望建立的那个横杆的前苏联中亚各国和今天新疆的那个大突厥才在开明知识分子的心中渐渐死去。 伊斯兰主义者一般被认为是社会意义上的保守派,突厥主义者和其他各路民族主义者一般被认为是社会意义上的激进派。 伊斯兰主义者对于发明民族不积极,因为宗教归宗教,政治归政治。 你是一个穆斯林,维持穆斯林的传统价值观,绝对不要听蔡元培、周作人之类的讲的什么是打倒三纲五常、打倒孔家殿的绘画,要孝敬父母、女人要服从丈夫,三七四且没有问题,但是在政治上讲,拥护沙皇陛下和英国女王的统治也是没有问题的。 而突厥主义者就是主张,要打破旧家庭、打破旧社会,按照欧洲模式来建立一个新社会。 但是在政治上讲,我们也要把英国人和俄国人赶出去,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首先是大凸杰,而在大凸杰体中全政治真空。 苏维埃政权自以为是一个比所有进步派都更进步的激进分子,敏锐地感觉到这个政治真空必须填补。苏维埃政权在面临着比欧洲更加落后的东方世界的时候,正如列宁同所指出的那样,欧洲的社会民主党虽然是社会主义者,但已经变成反中派了。 东方国家的资产阶级虽然比社会民主党要幼得多,甚至比立宪民主党比较自由派还要幼得多,但是却是革命派,因为东方国家存在着比他们更反动、更保守的势力。 所以我们要以俄罗斯本社会的边界,在西方,社会民主党都算反动的。只有比社会民主党更左的布尔什维克才成为革命的。 在东方,国民党、复兴社会党、伊斯兰教联盟全都算是革命的,只要你反对大英帝国和撒谎俄国的统治就行了。 因此,民主主义者在布尔什维克的眼中是值得扶持的。在极其落后的东方,直接讲社会主义还是暂时行不通的。 我们首先要扶持民主主义,让它打破旧的伊斯兰主义和君主主义者的统治。但是民主主义如果是突厥主义的话,它的统治中心在凯末尔那里。 而凯末尔先忽悠了我们的一顿以后,反过来镇压我们这些是不行的。办法很简单。我们发明一些突厥系的小民族,例如哈萨克人、维吾尔人之类的。 我们要注意,维吾尔人是在苏联境内实际上发明出来的。没有苏联的扶持的话,极少数企图发明维吾尔民族的知识分子是成不了气候的。 关键就是在1930年的塔什干会议。这使得苏联官方正式支持维吾尔人的发明,使得西部的维吾尔人跟东部的乌兹别克人的区别是很小的。 他们当时有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是葛罗罗人或者自己就是乌兹别克人。而乌兹别克最初是一个部族名次和王朝的名字,它根本不是民族的名字。 今天乌兹别克,你可以看出包括了塔什干、布哈拉和沙马尔汉三座王都,很多地方是属于过去的沙马尔汉国的,不是,过去的花拉子摩国、布哈拉苏丹国、布哈拉埃米尔国之类的。 当时到底是要发明乌兹别克民族,还是要发明发拉子摩民族,还是很有争议的问题。 从历史依据上来讲,发拉子摩的历史依据起来要强多。但是众所周知,发拉子摩根本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且它像很多中国世界国家一样,毫不掩会着它的种族杂合体性质。 例如,清查人、格鲁吉亚人和突厥人在该国式各有其势力范围,这些封建式的组合,这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讲,你很难说这几种人算是同一个民族。这个障碍使得发拉子摩民族难以发明,还不如直接发明乌兹别克算的。 当时在苏联境内的一批维吾尔人被发明成了维吾尔人,相对的在大清国和中华民国境内的维吾尔人也被相应地发明成了维吾尔人。 这时,杨征兴统治新疆继承了清国的统治机制,就是任教不认人。我们知道你们是穆斯林,按照五族共和原则所有穆斯林都算回忆。 至于,穿长袍的肥、穿短衣的肥、穿短衣的肥和穿各种服装的肥,我们为了省市显示就不加其变了。 这样,是不是可以使大家都满意?反正我们现在这么要妇有两点再说。 这时,苏联境内在1920年代暂时还没有被镇压,在1930年代以后就要作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被镇压了。这个也是历史阶段性的体验。 因为1920年代,布尔什维克刚刚征服中亚的时候,民族主义是他的统战对象,国共合作。那是一个国共合作的时期。 1930年代,革命形势已经成熟,新民族主义时期已经结束,我们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前一时期的统战对象,在后一时期纷纷化分为反动分离意,消灭。那是后来的事情。就在这两者当中,塔什干会议决定了你们是维吾尔人。 当时的中华民国新疆当局像奥斯曼主义和秃杰主义产生时期的大新国当局一样,装装作业,也许是真弄正业,毫无反应。但是过不了多久,政治形势就发生改变了。 杨征兴政府在政变中倒台了,他是必然要倒台的,因为他就是大清国的继承者。在大清国倒台以后,他倒台的是时间问题。 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十政变当中,略取这些具体过程,新疆落入了清苏市民手中,变成了一个粉红色政权。 盛世财的粉红色政权,全盘接受了苏联的民族建构方式,把苏联划分出来的各民族,在新疆纪律进行先进的民族划分。 他的主要顾问就是毛泽民诸如此类的中国共产党分,新疆是苏联向延安输送物资和人员的一个重要渠道。盛世财在历史上就是起这个作用的。 他先与蒋介石在新疆进行民族划分。例如说,原先只有部族和族群差别的,现在我要强行政力划分为民族。 有些在苏联纪律集发明出来的,而且换了位置。比如说,沙皇俄国时代,今天的哈萨克人叫做吉尔吉斯人,今天的吉尔吉斯人叫做也是藏吉尔吉斯人,现在也是藏吉尔吉斯人改叫吉尔吉斯人,原来的吉尔吉斯人改叫哈萨克人诸如此类,维吾尔也发明出来。 然后,盛世财照着苏联的划分方法,在他自己境内再咔嚓咔嚓地划分一下,划分出几十个苏联发分出来的民族,我再相应地套出一些来,新的民族出来。 于是,新疆和内蒙这两个受苏联影响作为苏联准备新国的地方,首先实行了苏联的民族建构。 从东方落后地区的角度来讲,就等于是,把过去有梁启超一类的知识分子,阿富汗一类的知识分子,反慢地制造出来,然后通过教育方式扩散地,不知道要经过几十年还是有可能一直搞不成的民族建构, 现在通过国家力量,在几年之内强行一杆地插到底。插到底的过程,也就是政权用它的新的政治权力和基层统治精英去排底最终消灭原有基层统治者,比如说阿富汗、传统宗教教师之类的权力的过程。 政治和文化是两者并定的,民族建构这个东西是政治性的,直接涉及到社会基层组织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维吾尔民族伴随着像鲍尔汗、塞富鼎这样的左派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他们在当时都是苏联的统战对象,如果是在苏联境内的话,可能在三十年代末就该被消灭了。 但是,因为是在苏联境外,所以暂时还是统战的对象。 而这时,戴季涛和蒋介石正在修改国民党原有的民族政策,企图重新发明中华民族,把所有的族群看来五族共和是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极好培养基地。 所以,我们要重新发明一个不能被人利用的中华民族,把所有其他都发明成为中华民族的不同宗族。 根据这种政策,他跟盛世财当地推行的那种苏联式民族暴征,就发生了直接冲突。 但是,由于蒋介石政权在新疆并无势力,所以他不得不笼络,像麦斯武德这样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就是泛突厥主义者,像埃宁亲王这样的封建贵族,以及传统的不关心政治,无论谁来统治,只要不干扰我们的传统生活方式,我们都可以拥护他的伊斯兰本身的势力。 而这些人往往会觉得,苏联的激进性改革直接威胁了他们在基层社会的统治权,相比之下,大清国虽然是异教徒还好得多,而蒋介石在新疆并没有统治力,所以可以支持他。 尽管这些势力跟国民党自身都缺乏意识形态上和组织上的连接性,但是他们还是形成了一个反对苏联和亲苏势力的松散联盟。 最终这个联盟被击溃,击溃以后各自回家乡,有的突厥主义者自然会跑土耳其,保守派的各派一般会跑英属印度。 只有极少数像姚勒博士这样的人会直接投奔国民党。而在这个时期,清末与此同时,它的突厥主义的发明并不能够延伸到语言上或者是种族上,突厥主义是一个跟汉族主义比较相似的东西。 它可以解释成为使用突厥系语言的种族,也是跟马来相似的东西,它可以解释成为马来血统的种族。 但是对于那些血统上和语言上都没有联系的穆斯林来说,也就是今天肥民的祖先来说,它是建构不起来的。 他们的建构方式也就是要么按照原有的伊斯兰原则,那么他们的祖国是天方,理论上讲他们是阿拉伯人。 但是这个阿拉伯的祖先就跟山西红桶大槐树一样,你们并不见得是红桶大槐树的来源,或者像跟福州的满洲人全都说他们老家是长白山一样,显然也并不全都是长白山。 只不过他们早已经忘了他们是从哪来的人,只是记得他们跟本地人不是同样来源的,那么长白山就可以作为所有满人乃至于福州所有内亚人的共同神的话的祖先了。 所以,阿拉伯也可以作为所有肥民的神话祖先。但是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这个建构就显得不对劲了。 然后,当地的军阀是清华派,出于跟西藏和蒙古贵族争夺资源的目的,他们企图把自己发明成为信奉伊斯兰教的中国人。这就是马富翔、马洪辉、马不芳他们的做法了。 这样做的直接好的就是可以跟藏人和蒙古人争夺他们的志愿,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发明成为不是中国人了,所以可以趁此机会从他们的手里面捞到一些好处。 因此,马不芳就不承认有肥族的存在。他说只有肥民没有肥族。如果蒋介石肯承认他是基督族的话,他也肯承认自己是肥族。既然蒋介石不承认的话,那就是大家都是中国人。 这个区别构成了,在满洲人和杨振兴这样的人看来,五族当中你们都是肥不同的划分方式。 按照五族共和的划分方式的话,你们肥和维吾尔是没有区别的,或者区别只在细节上。 但是他们属于旧时代,属于北伐以前,苏联影响渗入以前的那个中华民国还等于青年帮的旧时代。 新时代的人,蒋介石和圣子财,就要按照你是不是中国人的方式来划分。是中国人,那你就是肥族。如果不是中国人,你是维吾尔人,那你就是潜在的分裂分子。 于是,可以说在1928年以前,旧的青年帮的中华民国,肥族哈萨克人和维吾尔人应该算是家的,在1928年以后就不算是家了。马不慌忠于中华民国是没有问题的。 而维吾尔人这个词,现在在新的历史时代内,这个意义就大一发。就像是,今天的人提到库尔德的人不会想到苏联,但在冷淡初期,承认库尔德人就是青苏分子。 因为库尔德这个词就意味着,从亲美的伊朗国王保守势力统治下独立出来建立亲苏的附庸国。苏联导弹有大家忘记了这一点,新时代的媒体的记忆力是很短暂的,反而觉得库尔德是亲美的势力。 维吾尔这个词在1930年代就是亲苏势力的代表,跟1950年代的库尔德人是一样的。亲苏势力才要发明他们,反苏势力则尽力想要抹杀他们的存在。 在这个背景之下,由于亲苏势力一直统治的哈萨克边境一带,所以维吾尔德的发明最终站住了脚跟。尽管不是没有冲突的,就是说有些人其实只有地方认同,他说他是和天人,或者他认为他是小布哈拉人或者诸如此类人,有些人持有部族认同。 但是时间长了以后,特别是工地教育普及以后,特别是语言,像鲍尔韩这一类知识论就起了这个作用的。语言是要整合的。 迪根斯的小说当中,比如说像《乌都孤儿》、《艰难时事》都有一些,比如说描写下层工人阶级那些走洋腔的,看上去不像英语的英语。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英语也是四九世纪后期才产生出来的。以前的英语是分阶级和地区的,上流社会的英语是这个样子的。 伦敦土话写出来的英语,往往像是现在的粤语那样,有声音没文字。 维尔斯人或者约克郡、德文郡其他地方各有各种英语,标准英语是随着教育向下层阶级的普及而产生出来的。 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有知识分子的团体决定,在不同版本的方言当中哪一种比较雅适合作为标准语,哪一种比较俗不适合作为标准语。 包含他们那种人就起了这种动作,随着语言和教育出现一个中心,我们所谓的今天意义上的维吾尔人才逐步地产生。 产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对应于老一代人只觉得自己是穆斯林,觉得统治的是谁,关系不是很大,渐渐死去了,和新一代民族认同比较强的人渐渐产生。 后来产生以后,他们就会把他们自己参与建构的这一切当作是自古以来的理所当然的东西,这样当然就会有政治效果。 而政治效果是有滞后性的,往往他是像明熙豪森男爵的《春雨大王力遣记》那样说的那样。 《春雨大王力遣记》的那个时代,铁路还是心生事物,所以大军里的火车开得很快,于是就编出了这样的段子。 明熙豪森男爵一辈子经历经常是跑俄罗斯、跑土耳其,可见他是德国东部人。 然后,小说写了,他有一次跑到美洲去,美国老太牛逼了,修建了铁路,铁路跑得非常快。 明熙豪森男爵坐上了火车,铁路的火车还没有开手,他跟一个火车站在那样吵架,他勃然大怒伸手打了他一耳光,但是他的耳光快要打出去,火车开出来了。 结果他的耳光落下的时候,落到了下一个火车站在那样的脸上,遇到他很狼狈,不得不像那个完全无辜的人道歉。 当然,火车实际上不可能开得这么快,但是从来没有坐过中欧人和东欧人看来,火车就应该是这么快的。 而民族发明经常是这样的。你发明民族的动机,跟你收到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你发明民族的时候,全都是有打击对象在的。 像发明那些拉托维亚和捷克人的赫尔德,他当时的目的是为了打击统一欧洲的拿破仑。结果,他的发明还没有接受过,是拿破仑早就打了。等这些小民族产生出来的时候,他们反对的对象是德国而不是产生。 库尔德人是苏联人发明出来对抗亲美势力的,而等到库尔德人已经封门的时候,苏联早已经不存在了,而库尔德人的打击目标落到了另外一些人,而他因此扬错了,变成了美国人的盟友。 维吾尔的民族建构战胜其他可能的,比如说在当时1930年还相当强大,以至于必须用暴力来镇压的突厥主义者和伊斯兰教主义者。 如果没有苏联和极其附庸中共的干预,能不能成功还真的不一定,因为历史它不能说是完全自然演化的结果。自然演化就是说,不在不同建构当中,借借你的理论没人听了,很民主的你就消失了。 但是实际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先把你们这一派的头统统砍掉,然后只剩下另外一派了。另外一派赢了以后,把这段历史忘掉了。 所以,在没有苏联介入的另一种可能的历史当中,卡斯人会不会像今天的马伐一样坚持说自己是海外的土耳其人,这是很难说的事情。 他们今天没有这么坚持,主要的工程就是善于砍头的斯大林同志。但是维吾尔民族主义,只要强大到一定程度,也必然会对任何具有超民族性质的帝国构成威胁。 包括继承的俄罗斯帝国版图和大清帝国版图的这两个帝国,进一步和保守。所以这就是一个双刃界,面临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是,我的主要敌人是大俄罗斯主义者,包括杀放俄国和企图继承杀放俄国版图的俄罗斯右派分子。他们是我最危险和最可怕的敌人,他们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 乌克兰人会瓦解邓尼金的后方,所以我们应该支持乌克兰的独立,但是要对苏联安政权领导着这些独立。 好吧,这就是为什么苏联要建立这么多加盟共和和和知识共和的原因。因为俄罗斯帝主义者的潜势力是非常大的,不经过一两代人是打不了的。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这种统战争是必要的。 但是,设想一下1960年代以后,大俄罗斯主义者已经不成气候。这次被苏联人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这些地方民族主义,就渐渐地强大起来,变成了比大俄罗斯主义者更加严重的威胁了。 这时候,苏联人又必须反过来,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建立共产主义、俄罗斯主义和强国的三位一体哲学。这等于就是说,它渐渐地进入了俄罗斯帝国的那个生态维,被迫扮演俄罗斯帝国当年扮演的角色。 同样的历史进程使得今天的维吾尔人在苏联解体以后,不可避免要变成分裂理。否则,你和哈萨克人是同时建构起来的。哈萨克人有自己的国家里没有,唯一的问题就是你没有自己的军队,差别只有这一点。 否则的话,马萨盖斯女王同时代的卡什难道没有其他的什么女王或者是男王可以跟我们建构吗?这显得是不可能的。我们也完全可以把自己建构到人类一开始产生的时代,建立到赛人、托弗罗人和小赫离子那个时代。这个有什么困难呢?唯一困难的地方就是陆军和海军的问题。 但是目前的政治演员们已经没有选择一地了,这是一个祖父学问题。所有人接手都是一个残局。你不能说,哎呀,如果过去没有这样或者没有那样,该有多好。 你现在来改的话,也就像是名习豪森男爵打出去的那一耳光。等该耳光生效的时候,你早就死了,是你的孙子辈在承受你,打出那一耳光。 而你自己现在脸上挨的那一耳光,是你爷爷替你准备的那一耳光。当然,这个是比较简单的说法。实际上的说法比这更复杂。 因为这个耳光的时效性有差别的。有些耳光落在三十年以后,有些耳光落在九十年以后,你现在脸上挨的这一系列的耳光是一百年以前、三十年以前、五十年以来和八十年以前的各种历史人物打出来的耳光。 而他们之所以打出来的这个耳光,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脸上挨的其他一系列的耳光。他们为了纠正那些耳光,所以就企图改造自己孙子的命运,然后打出了这一系列的耳光。 没有一个人完全实现了自己伟大的理想,但是历史就是所有打出来的这些耳光综合博弈、路径疾分的影响。 但是你即使明知道这个,你还是会也打出来不可。到底肯定讲,你不打的话,未来的路径疾分就没有你,全是别人世界的路径疾分。 你打这一下的话,这些路径疾分中有你的一会儿,只不定你这一会儿还能占上风。 谁知道呢,你如果不打,你肯定就是输了。你打了的话,也许会赢。就算不赢的话,也会收到一个让别人赢不了,让未来形成的未来至少是不完全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可喜的后果。 所以,这些耳光还是非得打出来不可。于是,情况就只能是这样的。而从具体的分化来讲,1928年以前,其实从清政府的角度以及进行了清政府规模的角度来讲,肥民是更大的麻烦。白眼虎是更大的心腹之范,但是以后就不一样了。 马不方再怎么搅拷不去的话,他承认中法民族,而你接受了维吾尔这个概念,中法民族就要建构不前。所以,清书就自然发生差别了。 在杨征兴看来,危险的是蒙古人。阿尔泰的蒙古人随时可能跟着外母独立,而残徽是不危险的。我们可以把残徽移植到天山北路去分散蒙古王公的势力。 蒙古王公太可怕了。当然,杨征兴基本上是清朝人,所以在他眼里面,他是根据历史来看待问题的。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人。所有人都在打上一次战争。 马其洛防线是针对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长驱之路马恩河形成的教训,绝不能让历史重演。 而马恩河战予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法国和德国人都起初打了一场普伐战争,像当年的普伐战争一样长驱之路。他们所有人都落空了,因为跟上次战争全都不一样,但是所有人都还准备上次战争。 在杨征兴看来,显然只有蒙古人和满洲人才是可怕的力量。乌斯林不算,乌斯林是臣民,是被征服者。我们要扶持乌斯林。扶持了不到十年,1930年代的战争就完全从乌斯林开始展开了,而蒙古人变得好像不像这种威胁了。 1928年以后,穆斯林当中就出现了这样的两种分化。这个两种分化是上层的,不能反映基层社区的情况。基层社区谁好斗,谁不好斗,谁引起冲突大小,跟上层的民族建立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基层的社区如果受到挤压的话,比如说被马不方挤压的话,对于蒋介石来说,这不是个事。只要不涉及中华民族的统一不同意的问题,而具体地在散干这些官场内部,谁多占点便宜,少占点便宜,这是小事。我们可以通过官场内部的手段,或者各种乱七八糟的手段,让它摆平的。 但是如果成立了一个东突历斯坦共和国的话,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很可能,东突历斯坦共和国收养了很多非穆斯林的遗孤,而这些人可能在零下是未被杀光的,但是这并不能排入。 比如说,马不方贾靖在青海杀了很多藏人或者汉人,这一点都不妨碍他是中华民族的功臣。贾靖石或者是任何中华民族爱国人都会对此选择性地忽略不见。 相反,即使赛福鼎救了很多汉人的孤儿的话,只要他企图建立东突历斯坦共和国,那么他仍然是万恶的民族分裂分子。 基本的逻辑就是这样的。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民族发明问题,跟实际上是暴力不暴力,或者是跟当地的居民有没有受到暴力的伤害,是完全不搭建的问题。 当然,这只是暂时的。从长远看来,基层共同体才是政权唯一真正的力量。 基层共同体能够成长,早晚会反映到上层,或者说到一定程度之上,他们早晚会发现需要有维护自己的意义的手段。所以民族是可以发明的。 如果有相应的社区存在的话,即使他们暂时还不认为自己是民族,总会有民族发明家跳进去上下其手,因此给他们发明出一个民族出来。 发明明出可以根据种族神话,也可以不根据,这是没有关系的。 例如,甘肃的汉民有很多从长远看来就是伊朗人。虽然生在1960年代等于是饿得半死,但是他们很神奇地长得跟瑞典人一样高。 而马来西亚的贵州人或者是广西人,无论吃了多少都长得那么高。从脸性全国的情况下看来,一眼看来就是伊朗人。 而零下的肥民当中,其实有一些血统上很显然不是伊朗人。但是这又没有关系。你要发明神话的话,完全可以像波斯王国改名为伊朗,先诺王国改名为泰国的,硬着头皮就抓出一个符号出来。 就是说,这是我们共同的祖先。民族发明都是这么样搞出来的。这个完全是一个政治需要的问题。 犬牙交错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通过民族发明、民族认同或者其他方式进行重新整合、重新再任祖先。 否则的话,就会出现印度和巴基斯坦边境那种大规模的破坏社区性质的民族情谊。 当然,比这更糟糕的就是,因为像能够迁移的还是有社会组织的人,他们能够像永家时期那些斯大夫组织的大家族一样,开着大车队一路逃到巴基斯坦去或者逃到印度去,彻底的无产阶级和散沙也就是产生防汗最主要一些的。 其实,一般来说,他们会第一,原地死亡,哪也牵入不出去。第二,他们就直接会被优势政治势力加以整合,然后就自动地改任祖先,作为新社会的下等人而被整合进去。 结果必然就是这样的。无散阶级无论人数多少都是没关系的。所以这个主要就是,一切都取决于拥有组织度、能够制造组织的少数精英阶级。 他们所依托的组织是怎样的组织,能够发挥多少的整合力量。这也就是,第一是土豪问题。土豪代表本地的地方秩序,第二是太上皇问题,能够带来多少太上皇的援兵、带来多少暴罗廷这样的人物,能否整合当地的政治势力秩序的问题。 主持人 您刚才的意思是不是比较倾向说,在1930年代那个时候的维吾尔人虽然是一个被苏联扶持,而且很可能是借由国家的机器所建立的民族。 主持人 但是经过十亿、四亿之后,它变成了中国跟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办法容忍的存在。即使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跟这样子的民族发明的总源头就是苏联,其实是同一家。 主持人 时效是这样的,你从金庸的小说中看得出来,这完全是取决政治的立场。而这个政治的立场也是有时效性的。 就是说,金庸的第一部小说《书建恩仇录》,你可以看出反清复明的陈家洛跟香香公主和木老英雄是一家的。 因为反清复明并不需要得到卡什的处理,而双方对于把满洲人赶回满洲有的巨大的共同力,因此木老英雄和香香公主是好人,陈家洛也是好人,千龙皇帝是坏人。 等到金庸的最后一部小说《陆锦记》产生出来的时候,康熙皇帝就变成了好人了,郑克爽变成了坏人,所有跟康熙皇帝做对的,这部小说没有起到不思议。 但是陆思琳如果产生出来的话,必然也跟西藏大喇叭一样是司徒无三贵的坏人。这个反映了什么呢? 它反映就是在金庸短短的一生当中发生的政治变化。在第一阶段,共产党向满清亦还是可以推翻对象。在第二阶段,旧制度大明朝已经不可能恢复了,于是促使大清朝变成了一个准大明朝,促使共产党来担起它曾经打倒过的中华民族的使命,就变成了这拨人内心的希望了。 他们希望康熙皇帝替代明朝皇帝,实现明朝皇帝的使命,过去反清复明的力量现在一眨眼就变成了可恶的分裂势力。 连郑成功这样的被移民无限崇拜的忠臣,他自己的孙子都要被黑化和丑化。按说起来,明朝移民应该忠于郑家才对,但是在孙子皇帝时期郑王爷是好人,到康熙一朝郑王爷就变成坏人。 当然,穆老英雄在红花会的眼里面是好人,在维小宝的眼里面也必然力快。这都是政治需要决定的,取决于当时异营政治家们心目中的假定的敌手和假定的同工者。 当然,现在的话,我必定会要承认维吾尔的存在,无论它的来源是什么,因为中华帝国者的一个共产党是一体,你不可能达到一个,不达到另外一个。 所以,他们的存在是共产党支援的一个巨大的消耗,反对他们实际上就是在支持共产党。当然,这一点等到三十年后的情况会变得怎么样也不好说,也许打出这个耳光就会落到恰了相反的方向。 但是即使你明知如此,这个耳光也很非得打出来不可。所以你现在看,支持或者反对维吾尔人的各种力量,实际上也就可以看出狠战边境了。 无论他们原先是什么样的,如果他反对维吾尔人的话,十有七八是白旭党的势力,因为现在反对维吾尔人实际上就在支持共产党了。 OK,阿姨,谢谢您精辟的分析。我们今天到这边为止,下礼拜再见。谢谢。